要说这东北人 指定是有点傻超能力 咋就能做到歌在台北人在东北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位 人和歌歌伙歌的歌手 你平时没有口音呢 平时真一般 比码 地也太爱买的了 整个这三地板 你掉狗毛老明显的 东北话给大家拜个年吧 那个丸子这个阿猪 他就想让你说这了 这是玩家后院的大改善 毛补衣是什么互联网嘴涕啊 为什么一直在演我 大家伙儿如果不知道什么叫拈坏 看看毛补衣就知道了 平时不险上不漏水 冷不定说一句话 就噎得你伤不来气 你好我是毛补衣 你就叫我水晶之恋就是 我看他们结婚穿那个大婚纱 我就还挺想穿的 那个大满婚纱 要不然就这样 那大豹怎么还长得不行呢 他就是企业家 慢走啊 走得很慢 虽然生活里毒舌嘴欠 但唱起歌来的毛补衣 却像换了个人一样 和单依纯合唱的粤语歌 分分钟需要你 天都爆表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般配啊 游流你开心的 蜜都潜心满意 含雨不在 也很可美 我与你永共聚 分分钟需要你 你自己人空空和黑 你自己人空和黑 苏思雨的意见当中的 汪苏龙是什么样的 他不是老给偶像剧唱歌吗 然后就是会觉得 他应该是那种挺偶像的女孩 那天一进来 Azo 老师 说怎么的 那这个舞是这样跳的 我们俩走一走 汪苏龙算是哥在台北 真在东北的代表性人物了 看汪苏龙现在这个口音 那个人说我有口音 但我就合计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口音的 谁敢信 他刚出道的时候 那可是一嘴的台湾腔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台湾 要跟台湾的朋友们见面 所以其实他有点紧张 我就想问一下 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他变成了一个相声演员 唱歌的时候添出水 说话的时候吐掉渣 你就要告诉他得了 这么好笑吗 我现在这么幽默了吗 你就要告诉他得了呗 哎呦呦呗 轻松的旋律 好像吃了加薪巧克力 说什么望旋不归 怕什么戒律心灰 刘宇宁和山仪淳合唱的这首女儿活 是我个人很爱的合族舞台 舞台上的刘宇宁是真的深情啊 直播里的刘宇宁是真的能喷呢 好好一个男的片片上的张嘴 这端子一个接一个的还凭笑舌不分 我选择这唱歌的时候 普通话挺标准的 咋到了直播间就一秒阶级气了呢 第一可能上个热搜 第二你的这些粉丝 会对你有一个业务上的一个肯定 第三你的这些粉丝 还能拿你这些事出去 到处跟人说 有可能成为一个 经典有融传的一个案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